到底是什么样的BOT案 竟然能让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和弟弟郭台强杠上了 原来啊 带你来看到的是光华商场第二期开发案 台北市政府计划呢 把商场前面那片停车场打造成为台北秋夜园 预估每年产值可是会高达50亿元 不过呢 上午厂商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 郭氏兄弟不约而同亲自出马 就是要抢下这一块大饼 早安 早安 星期天上午9点20分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到市府报道 表面上替自家团队加油打气 其实是因为光华商场第二期开发案 要进行厂商审查 鸿海集团通路事业董事长胡国辉 一大早已经先来探路 就等郭总裁亲自出马 会去服务小众 比较少数的客户 现在服务到最中端的客户 服务大众 只是这么巧 郭台铭前脚刚刚踏上电梯 正为精密团队也到场准备 董事长郭台强就守在门外 北汉老哥抢生意全是为了光华商场前面这块地 2600平要打造成台北秋夜园 民间投入资金高达130亿 电子龙头鸿海才刚刚买下 一旦抢标成功 等于上下游产品线全线贯通 他现在应该算我的竞争对手 虽然是他培养 他是我一手培养出来了 一声令下预算无上限 抢标到底 面对哥哥庞大资金 郭台强就算经营三西通路 已经经验老道 还是找来群创结盟 毕竟台北秋夜园每年产值高达50亿 郭家兄弟不惜杠上抢赚三西桑鸡 中间新闻娱乐为范新宇台北 资本报道